15 999 049 2315 999 地点南投县草屯镇 镇兴街70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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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开始 让我们使用这两片羽翼 无畏无惧地飞入来世的天空 六道众生都沉如父母般爱护你 听闻的人们啊 对他们生起爱与慈悲 众生的数目如虚空般无边无际 然而我们总是认为 我们只和少数众生有所关联 无论居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总是喜爱一些人 厌恶一些人 不在乎其余的人 不在乎其余的人 这种对其他众生存有的偏颇和有限的见解 持续使我们生起执着和称恨 因而积聚了身陷轮回的夜 如果我们能一撇过去无尽的生生世世 我们将了解到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众生 不曾是我们的母亲或父亲 而且不只是一次 他们曾是我们许多生世的父母 为了回报他们的爱与大慈 我们应该像证悟者一般 对所有众生生起爱与慈悲 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从内心深处 生起带领一切众生 证悟成佛的愿望 不移弃任何一个众生 发起这个誓愿所累积的功德 和这个誓愿所涵盖的众生数量 成正比 因此希望救度无数众生的愿望 将能产生无量功德 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是达成这个愿望的接触 如同佛陀对波斯尼王所说的 伟大的国王 你的事业是如此的广大无量 无论你是在行 住 坐 我 愿你所有的行为 法规 和判断 都受到善心的启发 如此一来 你将为你的臣民 带来无限的利益 并为自己累积无量功德 心地善良是什么 深情的照料今生的父母 肯定是心地善良的证明 然而 父母只不过是无量众生里面的两个众生 真正的心地善良 是把所有众生 不只是我们的朋友 也包括敌人 和陌生人 当作我们的父母 并去除所有的嗔恨 自私和冷漠 去想一个你最敌视的人 并视他为你心中 最亲爱的人 如果你对某一个亲近的人 生起贪爱之心 那么把他视为一个梦中遇到的人 一个缺乏任何真实存在的幻象 心地善良 必须以实际的利益他人来展现 然而 什么是利益他人 不失食物 衣服 住所 和情感 是心地善良的表现 但这种仁慈 仍然有限 我们应该努力用一种无限的方法 来利益众生 而佛法 则是唯一的途径 我们应该用各种方式 来帮助众生 用直接和间接的方式 用行动和祈愿 来帮助众生 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在乙种 养鱼塘 或鸟琴养殖场所 念诵诸博菩萨的名号 心中生起慈悲 并祈愿 愿这些动物 不再投身轮回恶趣之中 诸如此类 能够真正利益众生的行为 有很多很多 当你持续受到利益众生的动机的激励 菩提心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而获得证悟的愿望 将在你心中渐渐开展 我们不能用表象来评判行为 行为的价值 取决于内在的态度 惊人的利他行为 可能出自于自我本位的动机 例如期望被人感谢 再来世享受业果 完全和心地善良无关 如此的动机 贬损了行为的功德 记住 是愿带领一切众生 解脱的爱与慈悲 乃大称之正道 菩提心有两个层面 究竟菩提心和相对菩提心 究竟菩提心是了无空性 它将随着时间 慢慢地在心中成熟 相对菩提心 则是根植于爱与慈悲的利他想法 和利他行为 深刻地修持相对菩提心 一段长时间之后 这种修持将自然而然地转化你的心 直到你了悟就近菩提心的曙光显现 彻底了悟空性的菩萨成佛之后 他展现的悲心 不会再含有凡俗的造作的念头 他不会想 这个众生向我祈求 我必须帮助他 或 这个众生没有祈愿 他的慈悲和空性 是无所不在 且含舍一切的 如此这般的慈悲 是离于偏爱分别 执着或称恨的 它如同太阳 平等地映照在每一个水面之上 无论水面大或小 清澈或浑浊 慈悲是空性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光辉 离于概念超越行数 这是佛陀利益众生的事业 能够如此无边无际的原因 如果你了解这一点 你将明白 即便是吹拂一个发烧病人脸庞的凉爽微风 也都是诸佛的加持和慈悲 对敌人升起的称恨 是由夜行所造成的轮回幻觉 听闻的人们啊 转化你充满称恨和敌意的心 如果某个人偷到你的重要物品 你不应该感到烦恼或沮丧 也不应该感到愤怒或懊悔 你不应该狭愿报复 在你的心中 把被盗取的物品供养给小偷 并祈愿你的宽容忍耐 可以亲近你过去身世的所有过错 爱是针对仇恨 唯一恰当且正确的回应 有一个关于佛陀前世的故事 显示了忍辱如何能够争治圆满的境地 有一天 一个国王携同王妃和庭城在森林漫步 当他发现 王妃们趁他在树荫下打盾之际 继续在附近漫游闲晃 并来到附近一块空地 围坐在一个圣者脚边的时候 国王怒火中烧 这个独居的影视是忍辱仙人 国王听说圣者是一个忍辱仙人 于是在圣怒中 挑战圣者著名的忍辱功夫 国王首先斩下圣者的双背 然后再斩下他的头 然而对于这种突袭 圣者只对国王深其爱与慈悲 并且愿在来世成佛之后 国王及其王妃将成为他的第一批弟子 大礼拜和绕行 可以清净深的业障 听闻的人们 放弃所有世俗的身体劳动 如果你从早到晚的工作 耕田为自己建造豪宅 或环游世界 那么你的努力或许会带来金钱的回报 以及其他短暂的满足 却不会为你带来长久的安乐 也不会帮助你在追求证悟的道路上 有所进展 另一方面 如果你把所有身体的活动 结合佛法 那么即使小儒从事大礼拜 或绕行寺院等举动 都将具有深奥的意义 佛陀曾说 只要怀着前进心做一个大礼拜 就足以使我们投身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 而且投身的次数 将如我们从事大礼拜的身体之下 从地表到宇宙的黄金地基 的尘土数量般那么多 甚至我们的功德资良将不会耗尽 持送咒语和皈依可以清净雨的业障 听闻的人们放弃所有庸俗的对话 俗燕说 嘴巴是一只恶作剧的箱子 是所有祸端之源 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 从人们口中说出的只有饶舌 谎言 诽谤 和严酷刺耳的话语 人们对于恶毒的闲话 似乎永不厌足 而且不断推测 发生战争 及其他坏消息的可能性 这根激起了他们的负面情绪 相反的 只要念诵一些其愿文 一些咒字 或三宝的名号 Namofo Namofa Namosen 就能挽救我们远离巨大的痛苦 成就巨大的利益 任何人听到诸佛的名号 连诗的名号 或咒音 都能从三大恐惧中解脱 身为身文称弟子的恐惧 害怕落入轮回的下三道 身为大称弟子的恐惧 担忧陷入自我本位的动机 与伐心 以及身为金刚称弟子的恐惧 担心执着于现象的真实存在 修持佛法的行者 尤其不应该成立于漫无目的的饶舌 他们应该总是念诵其愿文 或大声朗读 阐释相对和究竟实相的神奥经典 强烈的虔诚心 可以清静心的串帅 听闻的人们啊 残观你顶上的上师 如果你的心持续殖民于财物 你只会让自己 投身成为饱受饥渴折磨的恶鬼 如果你殖民于家人 和你所爱的人 你只会增强在死亡时 所要承受的离别之苦 然而 持续不断的虔诚心 会带给你长久的宁静和满足 即使只是意念上师的名号 就足以完全转化你的见解 即使只是片刻观想 上师在你的头顶之上 就能够消除迷惘之障 如此的虔诚心是一个环 能使上师的慈悲之勾 勾住这个环 把你从轮回的泥沼中拉出 虽然 证悟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然而 要使它显现出来 似乎相当困难 但如果你对上师 升起强烈的虔诚心 并把你的凡俗之心 和上师的证悟自信融合为一 你将能够获置证悟 观想慈爱的上师 真的是一个比其他任何法门 更深奥的心灵修持 肌肉和骨骼 虽然一起生成 但最后肯定要分离 听闻的人们啊 不要认为你将长生不死 在最后 这个由肌肉和骨骼构成的身体 注定要被埋葬 被焚化 被丢弃于河流之中 被秃鹰分食 甚或任其腐烂 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于身体 然而 如果你用这个身体 来修持佛法 它将成为一个非常珍贵的工具 在身体衰退崩解之前 你应该善用身体 尽可能地在修行的道路上 向前迈进 千无把身体的潜能 浪费在无用的事业之上 甚至更糟糕的是 浪费在积聚恶业之上 获取最殊胜的国土 不变之本然状态 听闻的人们啊 在这片土地之上 没有任何过渡或变迁 你购买土地 清理整顿土地 在旗上建造房屋 和从事耕种 认为这么做 将替你带来快乐和满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真的值得去拥有的 唯一一片土地 即是本然离析的堡垒 也就是万事万物 究竟且不变的本质 独自禅修 是攻占这个堡垒的方法 在这条道路上 你将通过不同的次第 最后抵达大圆满的境界 一旦你攻占了这座堡垒 你可以在今生 死后 即来生 安住于其中 但是 你要准备就绪 以千军万马的勇气 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享受最殊胜的财富 本然心性的宝藏 听闻的人们 这是永不浩劫的宝藏 你或许可以用很大的努力和决心 来积蓄大量的金钱和财物 但你认为 你能够永远保有这些财富吗 然而 有其他种类的财宝 是一旦被使用 就会倍增的 例如智慧 慈悲 信心 慷慨不失 和精进 这些珍宝 大量存在于本然心性之中 不会受到任何轮回过患的损害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时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俱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万3千025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共12311次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起见49日药师法会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避免信众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募佛恩 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访会后 皆会回向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陈真义工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472号7楼 远方 六目之吏 大疞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五体系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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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